专案组研究决定 立即组织全部警力 对全程红色下里出租车进行排查 务必找到当晚搭载照例的那一辆 为弥补警力不足 我们又从全局派出所 和机关科室内 调收不少警力补充到专案组 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摸牌 看到又要很长时间不得休息 我抽空给陆超打了个电话 说出了一个大案 静几恐怕不能见面了 陆超告诉我 他父母好像对我有些意见 说我总那么忙 对两人的感情不太好 就算现在没什么 以后要是有了孩子 也不是太好办 听陆超的口气严肃 我心里有些发慌 忙问他是怎么想的 陆超黑黑一笑 父母那边啊 我会做通工作的 你好好忙你的 等你弄完这个案子 来我家和我爸妈好好解释一下 他们能想明白的 听他这么说 我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随后 我们连续走访了 我是五家出租车公司 据统计 全市出租 竟有万辆 其中绝大部分 都是红色下历 还没有算上那些黑车 未来排查的工作量 何等巨大可想而知 就在我们拼了命地进行排查时 又一起离奇地杀人案件发生了 我是城北区 有一个烂尾多年的兰院小区 当年筹建时 也是冲着打造城市标志化建筑区的 可是 修建到了一半时 因后续资金链短缺 银行也不愿意继续贷款 而项目 又无法转让给其他投资人 几番折腾之后 开发商申请破了产 这半辣子工程 就赤裸在烈日下 任凭风吹雨打 7月18日 三个初中辍学在家的男孩 从网吧里出来 连续多日的昼夜上网 这些孩子的兜里 比脸还干净 他们路过兰院小区工地时 无意中 看到里面堆放的各种器材 一个男孩就提议 搞一些钢筋铁角 换点钱花 立刻得到另外两个人的赞同 当晚11点左右 三个男孩 携带编织带 偷偷翻墙跳入工地 避开守夜人的窗口 悄悄地检拆值钱的物品 盗窃过程中 一名男孩尿急 站在工地内 一台水泥搅拌机的滚筒前 正方便 突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臭味 眼前还不断有苍蝇飞来飞去 借着月光 男孩无意中 往搅拌机的滚筒里面 瞄了一眼 似乎堆着一大团 云滚滚白乎乎的东西 男孩有些好奇 踮起脚尖 伸着脖子往里面 仔细一看 等看清那团东西 到底是何物之后 他熬的一嗓子喊了出来 声音大的 几乎传出两里地 男孩顾不上拉好裤子 嘻嘻拉拉就往外面冲 另外两个男孩 听到同伴呼喊 以为被守夜人发现 也匆忙从楼内跑了出来 工地守夜打羹的两个人 听到外面有动静 立刻抓起手电来外面查看 见三个男孩 背着编织袋正在翻墙 打羹人几步赶过去 将他们从墙头转了下来 抽了两个嘴巴 小兔子 没脸没皮了是吧 又他们来偷东西啊 最先发出叫喊的那个男孩 互当湿乎乎的一片 仍然在向下滴着尿 他的表情极度惊恐 也不知躲闪 只是死死攥住打个人的手 哆哆嗦嗦地 指着不远处的水泥搅拌机 磕磕巴巴地说 死人 同里有个死人